好明年的經濟狀況會是如何呢 現在有專家就持比較樂觀的看法 我們就先帶您來看到 主要是大宗物資能源價格上漲 所以導致一些通膨的問題 那很多國家也開始實施升息 而現在整個經濟的狀況 主要還是受到中美抗衡 再加上俄烏戰爭還有就是疫情的影響了 所以經濟面臨到衰退的問題 包含我們看到美股台股都是呈現下跌的 不過投資人也不用真的太悲觀 因為像是前國票金總座丁宇佳 他就認為連準會錯判要補補造該做的功課 連三次升息三碼強硬說明 還說美國的勞動市場是太強大了 美國目前的經濟狀況他認為是比較健康的 所以他也提出為什麼可以樂觀有四個方面 首先在第一個部分 他認為通膨會被控制住 在核心物價的部分預估是2.8% 另外是景氣循環很快的就會調整回來了 也不用太過擔心 還有就是資金將回股債市 以及大陸不會再堅持清零了 那這樣子一來 這個經濟成長率上漢是至少有5%的 那IMF也估計說明年的經濟成長是2.7% 所以他認為股市很快就會還給大家一個公道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